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判刑不一定很重 但是这是重罪 抵我矛盾 它表明民间仍然有很多人不断不会忘记六四这个惨案 而且每年他们要想办法伸张正义 八九六四我们很多朋友当时在广场上 像我们这个在外地的 当然我们会了解情况 我们经常会有人来回走 应该说呢 这个惨案是一个悲剧 但是 像中共这个官方的运用人所谈的 就是说 好像不镇压 中国就不会有后来的经济发展 强盛 这个是胡说八道 我看到他们有一些辩论 因为这个八九六四 六四是什么 不是什么 它肯定不是农民起义 不是农民起义 而且这个六四是一个和平的示威 人民的这个要求是非常朴实 非常现实 而且这个和当时的这个形式的 反对这个政治腐败 另外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戒严部队 他们那个开枪用装甲车 用那个子弹 杀害的这些人 大家知道 大多数都是抢救这个受伤者 被军人那个用子弹射伤 少数呢 他们也是表达这个言论 表达自己的这个言论 批评言论和平的方式 所以说呢 这个不可以跟历史上任何一场什么农民起义比较 另外中共这个认为自己啊 这个后面这条路好像走得很很宽阔 这个这个成为一个强盛起来的国家 认为这个这个是两回事啊 就是政治进步和经济发展 这个东西呢 是两回事啊 我们不可以在一个这个没有公平 没有公正 一个腐败啊 社会这个这个环境 道德各方面都严重受到损害啊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生活 人民的不满啊 是应该说这个稳定是建立在这个 像在火山口上啊 压在上面 总之呢 六四 学生运动啊 这个八九民运的失败 因为人民呢 没有力量啊 咱们知道 这个这个任何一种社会变革 都是这个朝野互动的结果 这个互动呢 当然有激烈 又不那么激烈 有的人说人民怎么会没有力量呢 人民是决定历史 创造历史 这个人民写历史 但是大家知道 当年这个这个力量是不行的 没有力量 反对派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有力量的反对派 一个这个有能力的反对派 这个反对派什么时候形成 它对这个未来中国政治走向啊 它可以规定这个未来的政治走向 参与规定这个未来政治走向 任何这个变化 都是这个社会朝野互动的结果 单方面决定不了这个历史 大家知道 有些人说怎么没有 人多就行 人多不算什么 当年这个广场上几百万人 是吧 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有些人说没有枪 有枪就成功了吗 有的时候有些家强连打进这个中央海就成功了 会是那样吗 大家想一想 没有组织起来的这个人群啊 是没有力量的 组织是什么 组织是有成绩的 有跟从者 服从者 有指挥者 有强大的思想力量 思想的引导 这些呢 反对派没有的情况下 你就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 你就是 如果你硬要这个 这个冲突的话呢 最后一定是悲剧 但是共产党这个杀人啊 这个是严重的犯罪 这个侵犯人权啊 这个没有什么可讲的 大家知道 这个人类这个 这个动物 高级动物的总群啊 它们呢 有这个政治行为 这个政治的最高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解决纷争 建立一种秩序啊 当然了 杀人 天安门广场 杀人不是秩序啊 它这种稳定啊 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啊 建立在人民的这个愤怒和不满之上的稳定 它能维持多久 但是我们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 我们这些反对派人士 经过这么多年 怎么能够聚合在一起 一个呢 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组织好 不组织的人群呢 是没有用的 什么三千万 五千万 有的说这个 访民三千万 只要一起来 共产党就翻了 你三千万 你八千万也没有用啊 都抵挡不住三百万武警 武警部队 那说 人起来以后呢 你不组织起来的人群呢 就像肉瓦子一样 根本是斗不了这个专制机 跟这个专政机器啊 是斗过的 所以那个组织是最重要的 要组织好 组织呢 要靠什么呢 大家知道 要有一种自己的组织文化 政治文化吧 没有这个东西啊 我们没有一种心形的人际关系啊 我们没有强大的思想力量 我们年年纪念的时候 只是流泪 只是这个做回忆 这个呢 就是说 持续下去 当然了 这个六四是一定要解决的 六四问题一定解决的 有些人说 不能提平反 只能提这个这个 彻底翻过来 其实啊 这个都是很幼稚的 你不管怎么说 我们要求的是改变啊 只要改变的第一步出现了 后面就会陆续都出现 什么平反了 什么这个一步到位了 你想想 你没有力量 能翻上去吗 翻不上去的 所以说 你只能是一步一步来 即使有人提平反 如果真能平反 真能有这个转机的话 后面当然就会出现这个 陆续的解决了 当然是不是要清算 我不知道 好 谢谢大家